48 級 RLC 串連電路 電壓 電阻 電感 電容 分別是這樣 當電路斜針的時候 請問你下列何者正確 何者正確有很多選項 不管 我們可以把你整個做一遍 大家都在裡面 當斜針的時候 斜針的時候 功率因素 PF 會等於 1 這個是定義 從定義來的 斜針的話整個電路 它就好比是電阻性一樣 因為電動和電感的特性比較掉了 所以它整個呈現出來的就是電阻性 所以它的 PF 功率因素當然會等於 1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你們才會回下來 因為已經是在總結了 已經是都在總呼吸了 好 斜針的時候 PF 等於 1 那麼這個品質因素呢 串連的跟變連的剛好顛倒 好 串連的時候呢 好 它的品質因素 好 斜針的時候 它的品質因素 Q 等於 R 分之一 乘以根號 L 出於 C 公司你要背 它有一個推導過程 但是你已經沒有時間推導了 你就是背 直接背解錄就好了 好 串連的話 好 品質因素 Q 等於 R 分之一 乘以根號 L 出於 C 那如果並連呢 如果它倒變 並連是 R 乘以根號 C 出於 L 這樣聽到嗎 嘟嘟好 完全倒變 這樣看我意思是什麼 嘟嘟好 嘟好 好 那麼我們就帶進去喔 來 這個有一個地方我怕同學一定會問你喔 好 這裡齁 這裡齁 這裡的 Q 不是虛功率喔 這裡的 Q 指的是 品質因素 品質Quality Q太多了 所以這個品質因素是 Q 老師你怎麼用白的符號 不好意思齁 因為我們只有26個 聽到嗎 所以你Q用過了 這麼小就用到 沒辦法 因為縮小就是這樣 聽到嗎 好 所以你不要看到Q 就以為說是虛功率 不是的 這裡的 Q呢 是什麼 是品質因素 公司長這樣 好 我們來代公司啊 十分之一 啊 L呢 20M M就指的負傷吃飯 C呢 200μ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A掉以後 20跟200 變成十分之一 對不對 對不對 底下多一個零嘛 然後這個是 10μ的話 就是變什麼 本來十的負六 變十的負五 對不對 那關鍵十的負三 比較安全的 可以 變十的負二 好 分五十的負二 開根號 變十的負一分之一 就是開那裡變十的意思嘛 十跟外面這個底下調都很低 可以嗎 可以的齁 數學簡單齁 好 有問題馬上舉手 我可以等你 等你一些時間 讓你事實一下 OK的齁 可以嗎 齁齁齁齁齁 好啦 我們再接著 那麼 好 VL跟VC 這工資你要背 這個工資你要背 我们串联,电阻,电容,电桿,交流电 他说什么叫协证 协证的话就是整个电路呈现出来的 只有电阻性 意思就是说这里有电压 这里有电压 这里有电压 三则加起来 本来三则相加要等于原本的电压 对不对 是不是 KV有没有这么说吗 可惜好有电压定理这么说 三个电压相加要等于他 问题整个电路是电阻性 意思就是这两个电压怎么样 抵消掉 不好意思 创严协证的时候 这个是VR 这个是VL 这个是VC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这个电路 什么时候才会协证 就是只有当那个频率的时候 在某个频率的时候 这个频率的时候 协证频率的时候 这整个电路会协证 什么叫协证 就是整个电感的电压跟电容的电压 那两个正部刚好抵消掉 两个都有电压 但是就差一个符号 知道吗 所以既然抵消掉 整个电路就只有剩什么 只有剩下VR 可以吗 VR要等于是 KVL 告诉你三则相加要等于他 而这两个抵消 所以意思是 这个 就会等于这个 电源 听懂我意思吗 可以 好 那这个分别算要怎么算 VL等于VC 等于Q 乘以1 1就是这个电源 可以吗 把品质因素乘以电源 那品质因素 可以说1 所以1乘以150 算起来就是150 也就是这个VR 会等于这个150 其实这个VR 不用算 你都知道 为什么 电路鞋证的话 就只有电感 就是电阻性而已 那电阻性 它当然就是等于电源银 听懂我意思吗 听懂 所以VR就是等于100 VL跟VC 它会等于Q乘以1 这个是要倍的 不过这个算出来 只有大小 没有告诉你胜负号 有没有 我可以用一个150幅 算起来就是只有大小 这个算起来100幅 这个也是150 但是咧 是查一个符号 有一个正100 一个负100 离消的 这样 调话意思是什么 虚强 调话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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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太懂 要从哪里问 咧 好 后悔 之前都没有 真的无期 对不对 你会见没有上题目 有 真的 有吗 有给你有问题 有给你有问题 看有问题 大概知道 回去再厮守一下 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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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OK吼 那電流I勒 我們不是剛剛知道這個110嗎 啊,電阻你也知道啊 電壓出於電阻,就是電流 是不是 所以I就是等於10A 有沒有問題 來,問你功率 P就是平均功率 也就是時功率 好,怎麼算 R分之V,平均R15母 V剛講100,平均以後也算起來1000 瓦克 可以嗎?到這裡OK嗎? 一位OK嗎? 可以嗎? 可以 好,這樣就這樣子 等一下,還有補充一個 串聯協證 請問你協證平均等於多少 我們看一下 串聯協證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說 這個主抗 電流串聯速度相等 電流乘以主抗 這個電壓嘛 電流速度相等 我們說這個電壓要相等 意思就是什麼 它的主抗 必須相等 只差一個符號而已 對不對? 但是如果只問大小 那是大小相等 是不是 所以 這個主抗是 OmegaL 有沒有 這個是OmegaC分之1 有沒有 要過的喔 你公司都沒過 我在複習這 25體的時候 105銅測的時候 我就是從基本教起 我這個都叫過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還有在黑板骨頭 有沒有 電桿的話 主抗的話 這個OmegaL 電龍的 這個OmegaC分之1 有沒有 齁 你人家知道 跟天理的筆記等於看看 齁 那你如果之前 你都回去沒有呼吸 那 我就沒辦法了 你就 對不對 就 高隙玻璃板蛋 幹嘛 好 所以這個 主抗要相等 對不對 主抗要相等 所以 OmegaL要等於 OmegaC分之1 一向以後呢 Omega丁方 是不是等於 L C分之1 對不對 所以 Omega會等於 根號L C分之1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Omega等於 2πF 所以F就是等於 什麼 把剛剛那個 Omega除以2π 有沒有問題 好 那代公式 這個是L 這個是C 我們看一下 三個0消掉一個M 對不對 1千分之1 消掉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看喔 2乘以2 開根號 存2 對吧 所以這時候 所以你失拍嘛 對吧 這個Mu Mu Mu的也 死得負6 開根號存 死得負3 有死得負3 翻上去1,000 1,000 除以3.14 再除以4 0 計算機 那大約等於85 可以買 所以 所以 F就是等於85 是結束 好 結束 請